谢谢吴教授的分析 另外还要带您看到的是 美国宣布已经和中国达成资讯科技协定ITA的共识 对此呢 今天台湾央行总裁彭怀南表示 这对台湾有帮助 不过可惜没有纳入面板 APEC落幕后 中韩FTA和美中ITA 成为朝野立委质询焦点 央行总裁彭怀南表态 认为美中ITA对台有利 对于中韩FTA也没有那么悲观 我想ITA对台湾是有帮助的 因为我们的资讯业也很发达 中国大陆跟韩国称FTA 对台湾一定会有影响 我想这也许是个危机 也许也是一个转机 让大家能够静下来 好好的思考 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美中ITA资讯科技协定 将撤销全球200项 不同类别科技产品的关税 包括新一代半导体 核磁共振影像医疗仪器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等 经济步称 可以节省8.16亿美元关税 但是 很遗憾的是 那里面没有包括面板 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现在面板主要大概就是 台日韩中 大概就是这几个国家在生产 免关税 看起来是要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是比较低的 官方希望ITA如果纳入面板 可以降低中韩FTA影响 其实对于中共想扶植的面板产业 中韩FTA面板要长达10年才能零关税 ITA则是坚持不放 专家认为 就算两岸下一步想要谈货贸 面板业也很难纳入 新唐人亚特电视 成为摩承证台湾台北报道